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節目一開始 我也跟大家大概聊一下 最近最大的一個國際新聞 土耳其發生了大地震 那我們看到這個房子 當然他們的房子感覺起來 不是那麼樣的堅固 而且比較老舊 所以你看那個樓 整棟往下塌的時候 除非你是住在最上面的一兩層 下面都不見 是非常可怕 而且悲慘的事情 那麼我們當然希望 這個地震 最好永遠都不要來 但是沒辦法 像日本 他們這個國家也是地震不斷 他們就研發房子搖啊搖啊搖 除非到九級地震才會垮 那當然日本高科技的國家 經濟又好 土耳其是辦不到的 所以說只能說天佑土耳其 這個我常常覺得人生無常啊 我們來這個世界在短短幾十年 有些人是追求金錢 有些人追求事業 當然有人追求金錢 有時候老船長追求事業跟金錢一樣 他不一樣 有些人做的是正當事業 有些人是來這個社會上怎麼樣 專門幹一些壞事 賺一些黑心錢 那也是他專門追求金錢 那有的人是追求愛情 比較浪漫一點 什麼 老船長追求什麼 我幹嘛告訴你 我跟你不熟 對不對 我只是說 人生短短幾十年 大家要好好的珍惜 對不對 你看很多投顧老師 他們追求的就是能夠賺很多的錢 來照顧他的爸爸媽媽 他的小孩 還有自己 這樣聽起來沒有問題 對不對 但是如果是踩著投資人的鮮血 講的誇張一點 就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說 把投資人騙進來 然後不好好的待人家 是不是 那這樣子應該嗎 對不對 當然啦 觀眾朋友也要負責任 因為你都幾歲了 你還被人家這樣子騙 是不是 而且這些投顧老師 他們騙數 越來越高明 你也 法律上你告不了他 明白意思嗎 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股票 現在今天早上 一大早一開盤 他先叫進五檔 對不對 那你是他的會員 你說我前面已經買了一百 叫了一百八十檔 你已經盡力買了一二十檔了 對不對 沒有辦法買了 沒有辦法買 是你家的事 懂不懂 證券 投資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的意思就是 你花錢請我當你的顧問嘛 那我發抗訊 建議你做買進的動作 至於你買不買 買不買得起 是你家的事啊 懂嗎 我有建議啊 然後建議之後呢 這股票大漲 今天收盤之後 節目上就表演說 你看這支股票 我們交會員買進大賺 對不對 你怎麼告他 你告不了他 有沒有發抗訊 有啊 有叫你買啊 你不買是你的事啊 這樣各位觀眾懂嗎 所以只有真正去參加了 這一些騙人的頭顧老師 你們才會知道 谷海老船長在講什麼 明白嗎 就像我測標寫的一樣啊 甘願做豬腦袋 也怎麼樣 不相信科技 如果你今天用科技 你就可以杜絕這種事情 發生在你的身上吧 我不是常常給你們看 這一張圖嗎 你知道很多投資人 堅持在左邊耶 他不願意跨到右邊來 奇怪 你只要跨到右邊來 你就是頂尖的操盤手 而且你不會被人家 當豬腦袋在糟蹋 不願意啊 對不對 那老船長 那為什麼 你說人生短暫數十年 對不對 為什麼這些人要 來做騙子呢 你管人家 社會上一樣米 養百樣人 對吧 不管他是不是心甘情願的 必須要怎麼樣 而且人生很短暫 你就來股市 輸了這麼多錢 交匯費又再被扒一層皮 那你何苦呢 你不如就離開股票市場 不要做了嘛 對不對 老船長有道理喔 所以我是語重心長啦 我測標這樣子寫 百分之百 大部分的觀眾啊 看了會很有感受 但是呢 也絕大多數的觀眾 會繼續做豬腦袋 這個就 這個也是人性啊 你以為人性要改那麼簡單 那各個都成功的人啊 對不對 誰不知道要認真 這個工作 誰不知道認真讀書 但是有幾個會認真工作 幾個會認真讀書的 你告訴我 對不對 知意行難嘛 對不對 這些事情去做 好苦 讀書好苦喔 對不對 每天工作 打卡上班也好辛苦喔 最好是躺在那邊對不對 錢就從天上掉下來 這是人性啊 你能夠克服人性 你就能夠成為成功的人 是不是 所以啊 人生像金字塔嘛 越上面的人越少嘛 都是成功的人 人士嘛 下面都是庸人嘛 是吧 庸人的藉口都一樣 哎呀 我跟你講喔 我本來喔 要買那一檔股票 後來啊 接到一通電話 我就去買菜 所以我沒有買 失敗的人就找理由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積極 我每一次喔 把這一張給各位看的時候 你看了有沒有感覺 我就問你嘛 你有沒有感覺 你以為老船長是在做生意 其實不是啊 我講難聽一點 我今年幾歲了 我還可以再當幾年的頭顧老師 很多人是 從年輕的時候 就看老船長的節目啊 那你會發現 我的節目跟別人 真的是都是不一樣 別人的節目 天天大轉 永遠大轉 一定漲停 你看我的節目會不會 不會 那你去參加那些都是死掉 都掛掉嘛 後來才相信 原來老船長講的是真的 懂嗎 好 就拿大盤來講 這個盤很奇怪喔 都這樣一直漲 有沒有 不要看周線 我們看日線 有沒有 從一萬兩千多點一直漲 漲到今天又再創新高 還是告訴你會崩盤啊 空頭還是告訴你會崩盤啊 那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這個明明就這樣 一直漲漲漲漲漲到這邊來了 這漲了幾千點了 還在告訴我們會崩盤 我告訴你一件事情 我很肯定告訴你 就算大盤來到一萬八千點 他還是告訴你要崩盤啊 為什麼 騙進來的會員 有些人是中途會一直加入嘛 做空的人會加入嘛對不對 加入好不容易騙進來了 因為大盤跟他所講的 與事實不合嘛 完全相反嘛 那怎麼辦 好不容易騙進來就繼續騙啊 乖啊 2月30會崩盤 2月30一定崩盤對不對 那你就在那邊刺刺的等了 等到半天才發現 原來沒有2月30號嘛 那不是租腦袋嗎 那會期的會費 會期到了會費就不用退了嘛 這樣明白意思嗎 他不是想說要怎麼樣 幫會員賺錢 他是想說怎麼樣 能夠保住 已經吸收進來的會員 這樣懂嗎 所以才會有這種 很吊詭的事情發生 奇怪 大盤天天漲 怎麼還在講空 還在告訴你要崩盤 原因就出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頭顧老師跟大盤講的 與事實不合 完全相反 而且一段時間要槍斃 每一個人都不敢講了啦 這個如果在對岸中國大陸的話 早就抓去關了啦 台灣因為言論自由 胡說八道沒有關係 各位懂意思嗎 你們不覺得嗎 現在網路上 你高興怎麼亂講 反正網路警察都在睡覺 你看我的節目 你們現在看YouTube 看我的節目 假設你現在正在看 等下遇到廣告 是不是就說什麼 股票什麼這個免費啊 那個軟體免費啊 那個專家都免費 全部都詐騙啦 沒有投顧執照 那些都不能做 你知道嗎 講免費 世界上有免費的事情 這麼好喔 想也知道是金光黨嘛 很多被抓到 都被判刑啊 但是啊我跟你講 因為大部分的投資人 都是豬腦袋 我講過 各位不要生氣喔 不是罵人 是提醒你們 不要做豬腦袋 世界上還有 天底下有白癡的午餐嗎 這種最最基本的東西 都搞不清楚的人 最後被人家騙光了 輸死了 還在怪 哎呀怎樣怎樣 不用怪 你就注定是這個 人生金字塔有沒有 最底層的人啊 你爬不上去的 因為第一個 你心數不正嘛 你貪嘛 不要錢的 不要錢的結果最貴 對不對 要腳踏實地 你開大門走正路 人家像人家跟老船長講 免費 免你個頭啊免費 怎麼可能 我信都不會信 然後那裡面全部都是詐騙 你看那Facebook有沒有 也是一樣 Facebook跟YouTube 都淪為犯罪的天堂啊 完全不管 提供頻道說 這跟我沒關係啊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這個都 因為你提供平台 你就要負相當的責任 但是在台灣你看亂七八糟 中國大陸是有管制 台灣沒有管制嘛 你看你去大陸 哪有什麼Facebook 哪有什麼IG 哪有什麼YouTube 通通都看不到 看得到是他們讓你看的 懂嗎 那台灣很自由 讓你看 結果呢不珍惜 所以 有的時候 有時候戰爭 會把一個朝代結束掉 就是因為 這個朝代 太糜爛了 你看 中國的歷史嘛對不對 改朝換旦 最後一個昏君都是亂七八糟嘛 是不是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上半段節目花了很多時間 跟你們說 人生何其短對不對 物作豬腦袋 是吧 那下半段節目回來 我今天要很 分析很重要的 貨櫃三雄 這一集 你趕快傳給你的親朋好友看 如果他有貨櫃三雄的話 聽我一分析 你會整個人 會嚇到 為什麼 原來這麼容易分析的 結果全國你聽不到 這麼棒的分析 所以你幫我按讚 然後分享給你所有朋友 我們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 I will be back 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 掌握致富關鍵 固德投顧 老穿帳 是您 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固德投顧 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固德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歷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固德投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 首先我們來看王冠AI系統 很清楚 有沒有 台北股市翻多了好一陣子 沒有錯吧 一直往上走 對不對 但是在台灣有一個族群 讓投資人心碎 讓少年鼓神 騷擾 可想而知嘛 就是貨櫃三隻趴趴熊嘛 那為什麼會這個樣子呢 現在沒有人敢跳出來分析貨櫃三雄 今天小弟我就直接告訴你 貨櫃三雄短時間絕對不會有行情 老船長你不要到時候講一個貨櫃三雄有行情漏起 我告訴你不可能 那為什麼老船長這麼有把握呢 我現在就告訴你 在股票市場有一種東西 它在大型股來說是很難改變的 也很難作假 那個叫做成交量 因為成交量是用錢做出來的 如果是一個小型的股票 股本三五億 那個公司派也好 主力也罷 隨隨便便都可以把股價炒到天高 高興怎麼做 老船長譬如說三億的股票流通在外面才一萬張 怎麼做也是只有幾千張的量 那你就錯了 它左手丟給右手 右手丟給左手丟來丟去 它可以做出非常大的量 各位懂意思嗎 那個毫無意義 我們不是那種垃圾分析師 我們不講那種股票 我們現在講的是告訴你是怎麼樣 我舉例泡泡龍 各位看泡泡龍的股本兩百多億 是大股票對不對 那為什麼泡泡龍它短時間絕對不會有行情 很簡單 各位還記不記得 當泡泡龍在全市場都在追逐它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對不對 那在這個時候它創下一天喔 一天泡泡龍的成交超過一百萬張 各位想想看 台北股市由幾檔股票可以一天成交料 超過一百萬張的 很難吧對不對 而且是大型股 而且是極優股 那換句話說 如果那個時候喔 你手上如果沒有貨櫃三雄的話 那你就不要做股票 對不對 你也不要想要賺大錢了 可以說是人手一張 沒有錯吧 好 一百多萬張一天 好我們來看看 今天的泡泡龍成交幾張 各位看 8679張 這兩個字七兩 一個股票對不對 這個時間在什麼時候 也不過就在這個時候 距離現在沒有多久 從一百多萬張最多一天 到今天只剩下八千多張 觀眾朋友 你應該醒一醒 股票它有盤整的時候 量縮很正常 可是喔 不能夠變得沒有量 沒有量就沒有人玩了 你知道嗎 不管你這公司是賺錢還是賠錢 只要沒有人玩 你就game over 就GG了 明白意思嗎 對老船長 我們看了這麼多投庫節目 到現在還有人到 在講航運股很好 我知道有幾家投庫 會員輸死了 長期套在貨櫃三雄航海王 已經輸到爸媽都不認識他們了 都套在幾百塊啊 那現在都剩下這種價位啊 你看這個海公公啊 海公公剩七十幾啊 楊妹妹啊 楊明楊妹妹剩六十幾 那個成交量喔 少到真的是七兩啊 所以我希望你們不要 挺好喔 賞戶朋友你們短時間 你真的不要把錢放在貨櫃三雄 老船長 萬一漲怎麼辦 你放心 你放一百一十九加一個星 什麼意思老船長 你放一百二十個星啊 數學那麼爛 不會加喔 你放一百二十個星 它真的要漲的時候 它爆大量的時候 我說的爆大量 不是股票失控 要跑路喔 要落跑 不是喔 它的大量就是真正可以帶領 貨櫃三雄往上攻的量的時候 你再去買就好了嘛 你現在在裡面幹什麼咧 對不對 你在等嘛 你有多少青春歲月啊 陽明啊 萬海啊 你在等嘛 所以不懂股票的人 還自己安慰自己 現在整理的量說 這個不叫量說啦 你聽得懂嗎 如果本來成交量是一百萬張的 量說注意聽好 也要來個二三十萬張 每天 剩幾千張啊 表示沒人玩啦 我告訴你 貨櫃三雄在去年那個 爆大量的時候 正熱鬧的時候 誰在賣股票 一定是大股東嘛 誰 想也知道 我經營這個貨櫃三雄 一輩子了 我股價從各位數字十幾塊 好不容易漲到幾百塊還不賣喔 神經病啦 有沒有 你看萬海 這多少錢 漲到這樣子 你認為大股東不賣嗎 你告訴船長賣不賣 賣不賣 這多少錢 十塊錢以下 飆到這樣子不賣嗎 大家都搶 因為這公司以前可能虧損不賺錢 後來EPS幾十塊啊 不得了啊 對不對 甚至都破百了 EPS 因為迅速成長太快 可是會不會每一年都這樣 不會啊 今年就沒有了 誰最清楚誰最知道 老闆大股東最知道啊 你新來的啊 所以啊 不要指望 明白嗎 等到你有本事再賺那麼多錢 你再報那麼大量的時候 各位再去玩就好了 現在你要把你的資金 從貨櫃三雄退出來 否則就像這樣嘛 你在裡面幹什麼 光這兩個月你在幹嘛嘛 對不對 這邊去買的更慘了 又掉下來 這邊去買的也慘又掉下來 那將來會不會再掉下來呢 真的耶 老船長 怎麼都沒有人這樣告訴我們 因為告訴你們的人 都是帶你們追在高點 把你們害死的 現在他會不會告訴你們 不會 他在用別的股票騙啊 你不是他的會員嗎 你正在看他節目啊 他早就不理你了 因為第一個 你的會期也到了 去年參加的嘛 到今年早就會期也到了 管你去死啊 這就是投顧老師啊 我們早就 像我那時候帶會員做長榮 還賺錢 我們出掉以後 就再也沒做過 因為我早就知道這個道理 一個股票怎麼可能一天 一百萬張以上成交量 真正好的股票是 漲停鎖住買不到 量縮 怎麼可能 報了天王的量 大家都來追逐 你看那個學生股神有沒有 那時候號稱說 學生買貨櫃三雄賺到翻過來 連他爸媽他都瞧不起 後來掛掉 所以有些人的成功是偶然的 各位了解意思嗎 那我再給你看一下 現在看測標 如果你相信科技 那更好 來各位看一下 我們看2603泡泡龍 泡泡龍 各位看一下 好 這個電腦這邊稍微出了一點問題 沒關係啦 我們來重新看一下 2603 有電腦的人 在家裡面跟腦傳長同步 2603 泡泡龍現在是空頭還是多頭 各位 你就算按照操作 你也 這是空方架構嘛 對不對 長榮 陽明2609 2609 空方架構嘛 對不對 海公公萬海2615 好 你就算想進去賺點小錢好了好不好 他也在空方架構嘛 對不對 你要短暫的賺錢 王冠剛剛紅買進去 也是有機會賺 但是不會長久 有賺就要跑嘛 對不對 我只是從整體架構來告訴你 這個族群基本上 目前是死掉了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你就算要玩的話 你是不是有安裝 你要賺比較短線的 也是在這一邊嘛 那現在在王冠怎麼樣 黑的勢力範圍嘛 你怎麼做 更不能夠做 明白意思吧 所以要把錢放在刀口上 你們的錢已經很少 那真正強勢的族群 基本面有好的 不會是電子股 電子股就像台積電一支 台積電我說過啊 我昨天節目就講 指數不會跌 因為台積電財報 出來世界第一 不可能不好 不可能 其他電子股呢 會像台積電一樣嗎 台積電是全世界都在搶他的單 他怎麼可能會不好 所以你看指數下不來 台積電今天又大漲 往上走 很多電子股 財報出來會很難看 我會提醒你們要小心一點 那麼財報出來會好看的 傳產股 傳產股裡面呢 我看好的就是鋼鐵 因為航太軍工基礎建設 這三大要素在今年會發酵 所以鋼鐵股它短暫稍微整理休息 你被洗掉車 那我不管 至少在我們的王冠AI系統 都是多方架構很漂亮 過幾天財報出來一定也漂亮 你買這種股票 總比你買貨櫃三雄 或是買那些很爛的電子股對不對 要好得多吧 所以看老傳黨的節目 你會覺得我們開大門走正路 現在就差你拿起電話來 安裝一套系統 這個系統可以讓你擺脫 豬腦袋的行列 懂嗎 因為你開始相信科技了 就這麼簡單 我每一天都在等待你的來電 最近有很多投資朋友 陸陸續續來電 因為他們發現股市好難做 如果有一套系統在的話 用科技的力量 應該會怎麼樣 事半功倍 來 你要從左邊變到右邊嗎 要的人相信科技的人 不願意再做豬腦袋的人 請你拿起電話 現在開始撥打安裝 本服務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